为了鼓励年轻人勇敢走出台湾出发去撞游 云门五集九年前就推出了流浪者计划 提供大家想住今展开为其60天一个人的旅行 2013年的流浪者回国之后 跟我们分享他在异国流浪的故事 有人远赴以色列学习嘎嘎舞 有人是前往印尼学习甘美朗音乐 12个流浪者带回12段精彩的旅行故事 舞蹈戏研究生刘航玉飞往以色列学习嘎嘎舞 探索感官与动作间的亲密关系 音乐戏研究生吴培成前往印尼学习甘美朗音乐 找寻国乐与甘美朗音乐两种鼓调融合的可能性 在废弃与贫瘠之中 期望看见生命里延续的意义 影像工作者陈哲伟 远赴土耳其伊斯坦堡走入贫民窟 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 找寻文字创作灵感 一场围棋60天的流浪 一段段精彩动人的旅行济世 他们都是2013年 渔门五级流浪者计划的入选者 过去九年 渔门五级透过奖助金的方式 鼓励年轻人远走他乡打开视野 也为人生寻找不同的可能 很多时候我们年轻时候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会有很多困惑 可是常常是透过流浪的旅程 让我们发现原来心里面的困惑 是可以被打开的 还是你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 可是你的人生又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答案 至少60天独自完成 是流浪者计划始终平变的规则 希望能借此增加流浪者 与当地人互动和自我对话的机会 因为渔门的流浪计划 你只能一个人旅行 你不能结伴 所以你常常必须要在这里面 找自己的窗口 所以我觉得流浪这件事情 尤其是渔门的这个流浪计划 真的是让年轻人重新去思考 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后从这些刺激里面 去回来然后再回想 我们怎么可以跟台湾这个主题 发生更大的关系 历经紧张兴奋疲累挫折与重建的 一场流浪之旅 有所成长也有所感动 还有可能成为生命的转折 渔门五级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勇敢逐猛